原来董卿这么豪横 他在海外挂牌 授名下6000万豪宅 据说当年董卿去美国长期留学 买下的房产 豪宅位于洛杉矶比佛丽山庄 可是出了名的富人区 据悉这类顶级别墅 在美国华人中 有实力买下的不超过300人 成龙大哥在那里买了房 董卿豪宅占地面积800平 其间卧室10个卫生间 装修的和皇宫一样 每年豪宅的管理费就要76万 这片富人区显然住的都是富豪 董卿虽贵为央视主持人 但是也没有随便到花6000万买栋房 康辉在央视工作了27年 至今仍租房度日 董卿能在海外拥有一栋6000万豪宅 要归功于他在2014年 嫁给小5岁的丈夫密春雷 他丈夫名下有30多家企业 从一个穷小子逆袭成为 身价60亿的隐形胡润榜上富豪 所以董卿在美国之夜6000万豪宅 也不足为奇 两人在宴会上认识 日久生情后才去另关系 董卿本担心自己比丈夫大5岁 但由于他在台前的形象太好了 因为密家除了有钱就是有钱 总是被人吐槽 为土豪缺少底蕴 在密母得知 儿子新欢居然是家喻户晓的董小姐 不但没有阻止 反而乐见其成 后来密春雷和前妻离婚后 就与董卿结婚 只是两人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当然消息传出去时 董卿已经远赴美国流血 配上他结婚的消息 不少人都猜测他去生孩子了 直到几年后 董卿才说他确实已为人母了 原本想要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才在美国买下一栋豪宅 谁知现在形势有所变化 董卿也只好包售手中的豪宅 不想和孩子骨肉分离 2007年三分钟 差点让央视丢进脸面 去让董卿坐稳一节位置 董卿到央视还不是那个董小姐 周涛才是炙手可热的一节候选人 然而董卿的成绩亮眼 短时间内就和周涛旗鼓相当 但让董卿甚至声名大噪的 还是07年这三分钟 在2007年元旦特别节目中 马上就要接近零点 但后台却乱成了一锅粥 现场导演焦虑地揪着头发 因为当观众要倒数时 竟然还有两分半钟的空档 于是只能安排董卿救场 台上董卿在耳机中得知的任务 也临危受命地大放发挥 不料耳机却再次传来导播的误判 不是两分半 只有一分半 董卿连忙调整语序 准备结束 然而耳机又传来调整 不是一分半 而是两分半 这荒芒的样子 绝对不是央视该有的做派 当现场却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董卿只能给观众居了一躬 然后即兴地组织语言控制节奏 这样的旧场不但使得直播圆满 而促使董卿一下坐稳一节的位置 他的教科书式的旧场 还被当作范例 这种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 董卿更是用行动证明这点 在他主持节目中 96岁的翻译家徐远冲 在轮椅上侃侃而谈 为了以尊重的态度 董卿在采访的三分钟内 他采用跪地的姿势采访老爷子 有人说 董卿跪下去的是身子 站起来的是灵魂 实际上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做 在面对为了救人 而被劫之的人民警察 在面对行动不便的残障女孩 董卿采访的 无论对方的社会地位 无论身份高低贵贱 他都毫不犹豫地放低自己的姿态 尊重对方 董卿每次提到父亲 眼泪都会止不住流 这并不是出于感动或孝顺 而是纯粹出于恐惧 不过董卿没有遇到一个有暴力的父亲 而是有一个异常严厉的父亲 不能照镜子 不能买新衣服 不能参加任何问题活动 高一到高三寒暑假 必须打杂工 酒店保洁人员 售货员 播音员 所有能做的零杂工 他都做过 能挣多少钱呢 一天一块钱 甚至不要钱 就为了给董卿找活干 但是这样的董父还不满意 每次坐到饭桌旁 父亲董善祥还是不停地说 董卿每次只要和父亲一起吃饭 都是一边吃一边哭 所以他最怕吃饭 最开心的父亲出差能放松那两天 那时他家住在六楼 看着远处的风景 董卿经常会想一个问题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他在墙边留下这样的一行字 一边留给父母看 一边留给自己看 不过这样的高压政策下 董卿显而易见的优秀 但是也充满自卑 他也用轮子上的仓鼠比作自己 总是忙于满足父亲的各种期待 但也总是无法达成父亲的期望 即使在大多数人眼里 他已经成为央视一姐 收获了无数的鲜花掌声和赞誉 但董卿却说自己晚上 还要坐在地毯上 反思自己这一天的过错 不过来